早上好 现在是10点半 然后我要做我的咖啡 先烧补水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喝咖啡的人 然后呢平时工作的时候都会去买咖啡 然后最近赶上过年嘛 就只能喝那种酥的 之前喝了过年期间买了一个雀巢的 就是条的 有100袋吧现在已经喝完了 那我发现它那个里面的味道有点咸 然后终于把它喝完了 我就在京东上下单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咖啡 别的牌子 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 麦斯威尔 我一共买了200条 因为一袋是几十块了 50多块吧 五十几块 然后还有六块钱的运费 我真的无法承受我那六块钱的运费 所以就买了两块免了那个运费 结果呢就是多花了一袋的钱嘛 反正也是要喝的嘛 就买起来喝 但是我昨天喝了一袋 然后那天晚上我爸说楼下有一个卖就是进口超市 然后我去看看都有什么可以吃的 就去他们家冰箱里翻了好多 我发现他们家卖的都是那种半成品吧 袋子一个袋子然后翻了半天 但是我真的没有发现哪个是我特别想吃的 但是你又翻了半天你又不好意思不买是不是 所以我在他们家终于发现一个 这是什么呢 我是看到它有一个字样叫提拉米苏 所以我才买它的 俄罗斯卡丘莎之列提拉米苏 很大啊很硬啊 我爸说这个像面包坯子一样做的 这么多糖啊 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不喜欢吃的话可以给我妈吃 先把它打开 是这个样子有点点掉炸 多层啊 我要拿过去跟我的咖啡配着吃一下 好了我现在是坐在我们家瓢窗上 没有吃早餐 我希望把这个拿上我的早餐了 咖啡配这个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 还是挺好吃的 所以呢吃完这个我就要开心我美好的一天了 拜拜